院长Cargo的这个飞机啊 是不是觉得飞不出去 怎么有飞机无法飞 讲的Cargo原来是华航货机 先前为了增加识别度 机身巧思把台湾藏在C里面 有着台湾意向的涂装 总共三台 但这样的画面似乎不见了 华航三月再引进一架新货机 但上头的台湾图案不见了 只有一般的C 苏院长也坦言涂装的确影响航权 因为大陆拒绝带有台湾意向的货机入境 不过都已经撒钱涂装 飞不出去怎么办 原来有三架的Cargo 这个后机的部分 那这个后机就是会 以后就是飞美国航线 那后续我们再做一些 刚才所谓兼顾 这个识别度 跟兼顾可以飞出去 这边的涂装 就可以飞其他的地方 但交通部还是很注重 如何让华航的China Airlines 不跟大陆的飞机搞混 未来有没有新涂装就交给华航来讨论 只是这个变数也让蓝银很酸 这不是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民党政府过去到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就都在同温层里面自嗨 在国际空间上 大家都希望代表一个台湾的一个飞机公司 华航能够更加凸显台湾的一个主体性 我想这是一个全民共同的一个期待 要台湾不受大陆的影响 还是难 TVBS新闻刘宇俊成旭谈一轮李怡婷 台北浙王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